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好呢 便于传统文化的普及 便于传播 推广 当然了 这一点像是先驱 于传统作品 哪个 这个细民游街 百家姓 百家姓 用银纽斯这个旋律给唱出来的 这您会唱吗 就那个嘛 赵前乃孙丽 周五正王 方辰出卫 江山汉阳 朱秦尤许 何律师长 空草烟花 尽为他好 江湾那胡黑 气血走一百岁斗掌 云苏 胖哥 西翻碰浪的 我的妈妈 你烧成西翻 多个白 汤 那胡黑 一边唱一边长吊门 你没听出来吗 你唱那么高干什么呀 那显出嗓子好的 这倒是 百家姓 这是成熟于宋朝 宋朝 要不第一个字是赵吗 皇上姓赵 皇上姓赵 成熟于宋朝 还有的 还有什么呀 比这个取材更早 比如 邓丽君 老歌手了 邓丽君特别爱从传统的诗词啊 这经典内容当中啊 汲取素材 是吗 你比如说 有一个叫 在水一方 这歌好听啊 在水一方 邓丽君演唱的 这 我 取材于诗经 我来 我来 我展示展示 到这机会难得 我唱 你展示 邓丽君的感觉 你得找到 找找找找 绿草 清清 白雾 茫茫 有位 家人 在水 一方 好 你看那一样 我也投赘 你怎么 真的真的 我闭眼就听啊 邓丽君没死 真的 邓丽君没死 我睁眼这么一看啊 就是没死 就是没死 还这么美丽动人 站在我身边 款款地为大家歌唱 那个 银飞 你眼睛什么时候瞎的呀 我跟邓丽君能一样吗 这不 捧一捧一捧 就是捧 我这 我什么性别 我跟邓丽君一样像我 那你的形象像哪个 我怎么能像邓丽君呢 我就是剃了头发的流昏 哎 不 不怎么这样 也像喝的粒 哎呀 不是 不是 撂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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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说这歌唱的 这歌啊 就是取材于诗经 哦 诗经 尖家嘛 诗经大家都熟 诗经 就是这种四个字一句的 四字诗嘛 四个字 这你也熟吧 四字诗 四个字太熟 对吧 锣鼓喧天 扁炮齐鸣 红旗遭展 人三人 你往嘴闭上 你不让我说吗 这是四字诗嘛 这是四字诗嘛 人家打四字诗 哎 取材了 扑取了 唱出来大家都喜欢 哦